哈囉大家好 我是雲霸 很多人其實都知道我其實正在找房子 那每天沒事就是在刷591在看合適的物件 那本來我只是依照自己的需求在找 但是最近剛經歷過三坨颱風 大家如果有看新聞的話 應該會被各地的狂風轟炸 露宿倒塌的畫面給震撼到 那高雄啊 屏東啊 基隆啊 萬金石地區 都有嚴重的災情 那尤其是高雄地區 7月才淹過一次 那這一次又淹一次 淹水真的是無差別攻擊 不管你家有多有錢 裝潢多好 水一來就是全部都壞掉 你如果越有錢 損失就越多 重機 豪車都是一波帶走 一次就是整理要一兩百萬 那整理起來又超級的累 那像另外一個YouTuber如哥 他就拍了兩次淹水的影片 真的很慘 一輩子你是能夠承受幾次這樣的摘損 但是啊 高雄也不是整個都淹水 那有很多地區其實都沒有事 沒有淹到水 那像我正在找房子 要怎樣看哪邊是容易淹水的區域呢 那雖然我不是房事專家 不過我還蠻會找答案的 這時候你就可以上政府的 3D災害潛似地圖 這個網站是政府的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他的資料都是公開的 那我這邊就帶大家一步一步的來查 哪邊是容易淹水的地區 好 我們把網站打開 那我先以我住的地方來示範 那我就先把地圖拉到中永和 這個圖姿是以Google地圖來呈現 好 我們接著定位到中永和了 那接著你可以在右邊的選單看到淹水淺室 那這邊可以選擇每小時多少的雨量 那我這邊就直接勾選6小時350mm 算是超大雨量 那一勾起來你就可以看到整個合體兩邊都淹了 整個都潰體 然後水會蔓延到兩側 那接著我們再看一下 比較大的一些公園它也會淹掉 因為當初在都市計畫的時候 這些大型的公園通常都會做得比較深 把它挖深一點 那它的作用就是平時是公園 豪雨的時候就會變成致紅池 像仁愛公園 那鼎溪國小這邊也是整個都淹水 那當初大概也是設計成致紅池 那另外中永和地區啊 它本身的地勢就是高高低低的 那有很多區域 地勢本來就低 那平時不淹水 都是排水系統 但是真的超大豪雨來了 它還是會淹 像文化路啦 鼎溪國小啦 它就整片淹掉 那景安捷運站這邊 也是全部覆滅 那永和還有一條瓦窯 也是走到哪 淹到哪 那比較讓我意外的是 復興山宮那條繡廊路 居然沒有淹 20年前我念書的時候 那邊淹過好幾次 每次下大雨就是淹水 在網站左上角這邊啊 除了Google的地圖圖資之外 那你也可以下拉選擇其他種類 像是攝影像圖 那這個是衛星圖 你用這個地圖啊 去切換著對照 會比較清楚 那另外還有Open Street地圖 那我個人比較喜歡這個地圖的版本 比較清楚 那除此之外也有3D立體地圖 選這個要順便勾選要3D的縣市區 那勾了之後建築物就會變成立體的 那鍵盤按下Ctrl加滑鼠的左鍵按著 就可以去切換視角 上下左右都可以試看看 那滾輪可以去調整縮放大小 好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次的重災區高雄 你把淹水勾起來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高雄市區淹水的範圍相對比較大 有些區域甚至還可以看到深藍色 那深藍色就代表淹水超過3公尺 那你這樣整個繞過一圈啊 你就可以發現 有很多區域是不會淹的 那也有很多區域 就是只要下大雨 它就一定會淹 那這次山陀的颱風主要的豪雨都集中在 南台灣跟北台灣 那你這次沒淹不代表你之後都不會淹 如果你碰到超大豪雨 那你真的要好好的思考一下 你能不能承受這些災損 那希望大家可以透過這個影片 自己上去網站看一下 自己家住的地方 如果碰上超大豪雨 到底會不會淹水 像我自己目前住的地方啊 很幸運的剛好地勢比較高 隔幾條巷子有淹到 但是我家沒有淹 那如果你剛好這次有被淹到 我覺得要思考一下 能不能再承受一次淹水的苦 那如果你受夠了 想換地方 如果考慮搬家 那你可以參考這個網站 透過科學化的數據 去找找未來更宜居的地方 那學區很重要 離公園近很重要 生活機能很重要 交通方便也很重要 但是能夠避開這些天災 我想會更重要 好 今天的影片 希望對正在找房子的你有幫助 那下一次我再來分享一些 我自己在找房子的一些觀點 好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在找房子的影片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見